小胖小 你快过来看 哇 没想到你今天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烟花 也太好了吧 小胖不好 你奶奶来了 快 快把门锁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王小乐 今天周末 大家都在后台催你放烟花呢 啊 还放烟花 我奶奶她肯定不愿意啊 难道你又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吗 哎 要想放也可以 但是我有个要求 就是这条视频点赞过万对吧 没错 放心 大家一定会知道的 那行 Let's go 怎么样 小朋友 这个白天放的烟花漂亮吧 你不会就准备了这一个烟雾蛋吧 剩下的全都在温的哪家放的呢 等晚上的时候再给你们放 不过呢 现在时间还早 走 跟我出去雕毁鱼吧 走 前几天我就听说有人在这条河里面 雕出来了一条好几十斤重的大鱼 今天咱们也尝试一下 看看能重一条多少斤的 想要雕大鱼 用的耳料必须是活物 来兄弟们 咱们现在附近挖几条蚯蚓 这么冷的天气也不知道能不能挖到 快看终于挖到蚯蚓了 这次能不能上大货全靠你了兄弟 耳料我现在已经挂上去了 咱们接下来就直接开始钓 等了一个小时后 完了 你都在这里钓了一个多小时了 别说几十斤的鱼了 连根毛都没有 太无聊了 你自己再钓吧 我走了 哎 你别走呀 小朋友 兄弟们 难道我的步骤搞错了吗 之前我明明看人家大爷 用蚯蚓都能钓上来大鱼的呀 算了 不钓了 不过咱们也不能让小朋友看不起呀 嘿嘿 有办法了 这里面这么多鱼 我随便捞一个不就行了吗 就它了兄弟们 反正买的小朋友也不知道 咱们回去 就说这条大鲤鱼是我自己钓的 走 小朋友 你快看 我钓上来鱼了 怎么样 厉害吧 哇 这么大 你太厉害了吧 等网上放完烟花 回到家我给你做鱼吃 哈哈 行 对了 你不是想看我到底晚上给兄弟们准备了多少烟花吗 正好我奶奶现在下地干活了 咱们趁她不在家 跟我来 我带你去瞧瞧 先把锁打开 小胖小 你快过来看 哇 没想到你今天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烟花 也太好了吧 行了 不好 你奶奶来了 快 快把门锁上 那话娘来唱了什么东西 这个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放心 绝对不是烟花